這些玻璃瓶有少許粒粒花紋 還有一個品牌叫做Mason 這些玻璃瓶今時今日我們的廚房應該都沒有多少個人有 除非你家屋已經住了很久 原來1858年在紐爵士有一位叫做John Landis Mason的人 他將這個玻璃瓶加密封蓋的產品註冊專利 曾經是這樣的 這個也是Mason買了專利註冊 舊式的玻璃瓶其實真的很有味道 有時有氣泡、渣、顏色不均勻 裡面的花紋是當時的年代獨有的 今時今日已經不會用這些設計 你看這個多有趣 是Mosaic格仔的 這是生還者 他經歷過很多次天災人禍、拆屋、搬屋 仍然未打爛 才有幸流傳到今天 外國是有些collectors收集這些玻璃瓶 是不是真的挺有趣 我自己也有一個 Atlas Mason jar 因為它的蓋子就關掉了 所以我扔了 我不止有一個 我還有兩個 這些是很久的大屋 是別人移民搬屋的時候 才有機會 輾轉、流傳到我手上 這裡就有價錢參考 美國人既喜歡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價錢就反映到了 這個我想都有100年歷史 看下去是古的 這種玻璃 這些Tinted的玻璃 是連續是貴一點的 353元 我想你就能看到 它那個罕有程度吧 看到好像有個這樣的 好像有個恆生銀行的那個 古田 這個Atlas Mason 這個155元 這個Rare 這個稀有 認住 如果將來有這個瓶 是值百多元的 這個像 這個 又是A字 我以為 像我手上那個 這個 這個像我這個 這個 這個一模一樣 你看 不過它的蓋子 原來蓋子都關掉了 你也要留下 這個是一樣的 Atlas 是嗎 接著Mason 值多少錢呢 98元 其實玻璃瓶有很多用途 有些用來擠一些你一眼看到的東西 你又不怕 蟲咬 又不怕 發毛 又不怕入水 這個是現代版淘寶買的Mason jar 它通常連同一個飲桶 那它的飲桶呢 咦 它的飲桶是有一個設計的 有一個stopper 現在的熱潮就好像個個了 你看 翻箱 就是翻箱 但是 它的字 凹凸 是沒有原裝外國做得那麼漂亮的 它的字是有點串錯的 1956年 嗯 應該是 1956年 淘寶就把這個這麼經典的玻璃瓶 重新演繹 好嗎 OK